国宝一百渐渐精彩 北宋啊有个人叫吕大林 他在1092年也就是北宋元宥七年的时候 写过一本书叫考古图 考古图记录了当时朝廷及私人所收藏的 铜器和玉器 这考字啊是考据论证的意思 古呢就是古物 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文物 考古图呢就是一本考据论证你手中的文物 是什么时候的物件的一本书 全书呢共十卷 是中国现存最早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因此呢 吕大林被视为中国考古界的鼻祖 现在一说考古 咱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向下挖 可过去的文人怎么可能挖别人的墓呢 首先他从道德上这关就过不去 要知道吕大林可是成疑 成古理学的那个成疑的学生 是成门四先生之一 直到一百年前 在中国考古还只是老学究的事情 拿支笔啊 埋头固执堆里啊 就是个考据而已 从李大林的考古图到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录 再到赵明成的金氏录 一直到了清代吴大征的客斋吉古录 李左贤的古权会等等 中国古代的学者呢都采用这样的老方法 但现在考古是一门科学 这门科学由西方人建立 是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一门学科 考古这词啊 在希腊语中本意是追溯事物本来的面貌 跟我们的考古意思相同 西方的考古呢重视证据 它会大范围的挖掘勘测 根据发现的实物来断代 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文化层 文化层是先民活动遗迹和其他遗物形成的堆积层 一般情况下 一个堆积层代表一个时期 年代近的呢在上边 年代远的呢就在下面 西方的考古进入中国后呢 当时的文人呢还是沿用了考古这个词 那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是谁呢 李济 湖北中乡人 1918年也就是100年前官废留美 1922年毕业于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或博士学位 回国后呢 他受聘于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的讲师 1928年至1937年 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 在此之前 商朝呢只是一个传说 而他证实了商朝的存在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常言道啊 严师出高途 强将手下吴若冰 李济先生很厉害 他的学生也很厉害 1926年 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第二届学生中 有一个来自山东安邱的学生 叫吴金鼎 在李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 受老师的影响 吴金鼎呢 确立了毕生从事考古的志向 1927年 他完成了国学研究院的课程后呢 吴金鼎就回到了母校 齐鲁大学担任助教 期间呢 吴金鼎时常利用假期在省内 进行一些考古的实地考察工作 起初他的计划是考察张秋龙山镇 镇东的汉代平陵故城遗址 张秋的大葱啊 最有名 长得巨高 这么高 有葱王之称 特别是葱白 长达五六十厘米 而且非常便 适合占大将吃 山东人爱吃生的葱 指的就是这种大葱 你们家那葱辣 山东人也不爱吃 从龙山镇到平陵一址呢 有2.5公里的距离 不远 中间经过城子崖 城子崖位于五原河畔的一块台地上 高三到五米 地势隆起啊 宛如成员 故称城子崖 一年代久远 有许多民间传说 这时间 非常的准确 1928年3月24日的上午 吴金鼎又经过城子崖的时候 想起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当地有个规矩 新娘子的花教是不能从城子崖下经过的 因为断崖年代久远 里头有好多狐仙 据说有一家娶亲啊 教夫图省立超近路 经过了城子崖啊 结果花教抬到新郎家 掀开这教联 里面居然坐着一模一样的两个新媳妇 其中一个正是狐仙所变 新郎下一跳 新郎初干 心中大喜 寄而大爱 不知所措 这俩媳妇 一喜一杯 你们说 哪个是真的 吴金鼎快要走出城子崖地界时 他不由自主地回头一望 这一望 竟然有了重大发现 路沟边断崖横截面 在阳光的照射下呢 一条延续近六米长的古文化的地层带 清晰可见 这可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行家就是行家 结果在沟里的残砖断瓦中 吴金鼎发现了一块厚石片 上面叼着有圆圈的形状 捡起来一看 居然是汉代前范 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就没能够更多的去了解 同年四月四日 吴金鼎第二次来到龙山 发现断崖有火烧的痕迹 红土的堆积呢 很厚 崖上的灰土包含层呢 极为显著 那经过挖掘呢 吴金鼎发现了两枚骨锥 从制造的粗糙程度上看 他推测 应该还有石斧石刀等等 骨锥在新石器中 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由此他断定 这个遗址的年代 要比汉久远的多 第三次他到龙山呢 吴金鼎就邀了他自己的同学 这一次他在地平线下一丈二尺的地方 凿了一个斜洞 挖了才半尺 就发现一个完整的石斧 第二天他进行了全面勘察 发现成的土色呢 不是红色而是灰色 所包含的物品以陶片居多 还有骨啊背啊石器等等 单从陶器看 最下面有一层黑色油光的桃片 还有一种白色的桃片 吴金鼎就想 前不久国内发现了养韶文化 他以彩桃为特征 这里油亮的黑桃 是不是另一种文化呢 到了夏天的8月12号 吴金鼎第四次前往龙山 前后呢 待了五天 他绕着成子牙的遗址 东南西北的勘察一套 要知道 遗址的范围是很广的 最后他推测 成子牙遗址的灰土层 是最古老的 眼瞅着到秋天了 9月28日 吴金鼎第五次去龙山 他在遗址中发现一片 被水冲沙的极为明显的区域 他称为冲刷层 捡到了一把完整的石刀 和一把带孔的半块石刀 还有破碎的石器啊 桃片等等 当地的农民就跟他说呀 这地方处于 鱼脊谷上 石块较多 回去后啊 吴金鼎就下了决心 说将来 如果能如愿以偿 我一定在这个鱼脊谷上 遭一个百丈长的深沟 一探究竟 到了10月9号 他第六次去龙山 勘察如此密集 说明吴金鼎的急迫心态 这次 他采取以前惯用的 像壁深凿法 在大道旁东西两台 最高壁上凿洞 每货一物 他就记下来离地的深度 以及其在遗址中的位置 这次勘测呢 满载而归 后面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吴金鼎在 城子牙遗址的发现 轰动了整个史学界 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 高度重视 于是 在1930年的11月初 中央研究院 以及山东省政府 联合组成了山东古迹研究会 研究确立了遗址的发掘计划后呢 迅速组织了对城子牙的第一次 大规模的正式挖掘 研究院方呢 参加这次挖掘的有谁呢 有吴金鼎的老师李继和他本人 还有董作斌和郭宝军 1931年 梁思勇 吴金鼎等做了第二次挖掘 那可以说中国考古学的精英 大多数都来参加了 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 整个考古过程中的史前遗迹发掘 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这次发现 因遗址位于龙山镇 所以定名龙山文化 又因为黑桃是其典型特征 所以又叫黑桃文化 发掘工作结束后 吴金鼎完成了著述 龙山黑桃文化之今天的观察 这是考古学者 关于龙山文化最早的文章 傅思年 李继董作斌 梁思勇 吴金鼎等编著的考古报告集 橙子牙 揭开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要知道 1921年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 在河南缅池养韶村 发现了养韶文化 之后就提出了 中国的远古文化的根 在本土之外 是由西方西亚地区传入的假说 这一假说 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的考古学家对此表示怀疑 并提出了上穷必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 从橙子牙遗址的发现 证明了中国的远古文化 至少有一只 源于华夏本土 从而推倒了中国文化 西来说 自成子牙遗址发现以来 考古学家分别在山东 河南 陕西 山西等地 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龙山文化 后来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 约相当于新石器 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 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 所以又分别命名为 河南的龙山文化 陕西的龙山文化 山西的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 所有这些通称之龙山时代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 又称典型龙山文化 属于新石器晚期 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中部 东部 江苏省的淮北地区 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 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目前经过发掘的 主要有山东张秋的橙子牙 围坊的摇关庄 围县的鲁家口 郊县的三里河等多处遗迹 那么龙山文化里面的陶器 最具代表性的呢 就是这黑陶 这黑陶我们平时见的并不多 我们见到的大部分都是红陶 跟灰陶 其实这黑陶呢 跟红陶没什么太大差别 就是颜色上的差别 稍到中呢 就多了一道工序而已 这工序 我们今天的科学解释 叫渗探技术 可当时的古人并不知道 我们只是推测 可能古人稍遥是 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正好赶上一场大雨 这雨水呢 就顺着窑顶灌进去了 灌进去以后 这火就灭了 火灭呢 这烟就起来了 烟里面的碳分子呢 就漂浮在这窑堂里头 给这窑堂里的这个陶器 全给吸附了 等雨停了 打开一看 本来想烧的陶器呢 都变了色了 都成了黑色 这就是黑陶 这样烧成的黑陶 古人发现 比过去烧的红陶呢 要结实耐用 慢慢的呢 就追求这种方法 把它总结出来 刻意的去烧黑陶 由于黑陶烧造的技术呢 比较困难 所以产量呢 就比较少 物以稀为贵 黑陶在当时就非常高档 今天看起来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嘛 我们了解一下陶器 一开始陶器都是手工制作 大一点的就采用泥条盘柱法 那么小一点呢 直接就拿手捏就行了 所以它的胎体呢 比较厚 表面也没那么平整 直到龙山文化时期 陶器就已经采用了陶轮的轮质方法 轮质法是陶瓷制造技术的一大飞跃 有了轮质法才能够制造出很薄的胎体 这胎一薄就显得精致 你看龙山黑陶的造型中有什么呢 有顶 有龟 有眼 罐 藤 豆杯 等等等等 这里有很多器物的造型 都是后来青铜器的前身 我们今天讲的国宝呢 是一件蛋壳黑陶高饼杯 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 这杯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薄 它有多薄呢 它就跟咱吃的那鸡蛋壳那么薄 再厚点也就是鸭蛋壳 最后也超不过鹅蛋壳 最薄的地方呢 大概有0.2到0.3毫米 所以这类陶器俗称蛋壳陶 再有呢 这杯子造型呢瘦高 跟同时期的器物完全不一样 我们古代使用的杯子啊 一般都比较矮口大 显得敦式 放在哪都很稳 但这杯子正好相反 个头高 口特小 大概有22公分 有这么高 口径8.8厘米 头重的表情 就跟今天宴会上使用的高脚杯很像 非常容易打碎 我们每个人都有打碎高脚杯的经历吧 高脚杯最容易打碎 就源于它的重心比较高 又非常薄 所以今天大致都是比较正式的宴会才使用高脚杯 从使用的角度上讲 这种造型十分不合理 但从文化的角度讲呢 高脚杯有极强的仪式感 蛋壳黑桃的高脚杯只在龙山文化中出现 这是个文化奇迹 这个独特的文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过 这一点很重要 你比如说彩桃 很多文化中呢 都有发现 比如养勺啊 半坡啊 马家窑啊 等等都有 很普遍 但蛋壳黑桃呢 其他地方没有 这说明烧灶 它非常困难 你看啊 这么不好烧 也不实用 为什么它还要做呢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的龙山文化发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人们有了潜意识的文化追求 这东西即使到了现代来稍造都很困难 更不要说四千多年前的古人了 中国人很喜欢工匠在工艺品中炫技 薄就是一种炫技 比如啊 今天的薄胎词 薄如指 比如今天的脱胎漆器 胎体几乎不见了 比如资质品 近乎透明 比如玉器中 有一种横都斯坦玉 也薄如蛋壳 我们都知道 把工艺品做得这么薄 第一成本高 容易破损 第二没什么使用价值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乐此不疲呢 工匠又拼命的炫技呢 那是因为我们民族 在物质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需要精神上的追求 这类超薄的工艺品 无非是个例证 证明我们的历史 曾经达到的高度 先试词 4系列 听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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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X